參考在雲端 基本上就這一串 只要你把資料放進來兩個原則 一個是雙引號變兩個 一個是把劣號改成I A後面本來是2 把2改成I就可以了 記得不要做出任何地方 那基本上 應該還蠻順的 這個應該做了太多次了 而且一般的應用 在職場上應用也非常的好用 只是說缺點是什麼 我剛剛提到了 就是裡面 不管裡面是空的也好 或者裡面是有資料也好 它裡面實際上存放的都是大量的公式 尤其是如果你的公式 越冗長的話 那變成這些東西存在儲存殼裡面 會造成檔案的負擔 非常非常大 尤其你資料越多的時候 那會越來越大 因為本來應該只是放一個沒有東西的 應該不佔空間的 可是因為你是按照公式所取得 所以還是會有公式在背後 那存檔的話 會相對的檔案大 第二個的話因為東西多 所以跑起來也會比較沒效率 尤其你資料量越大 它跑得越來越慢 有點像你車上載的東西多 比如你載的人多 開起來感覺好像負擔比較大 對不對 就像說人的身體一樣 如果人的身體上面太多脂肪了 對不對 或者你的體重變重的話 感覺就會沒那麼靈活 OK 我是說我自己啦 所以我一直希望能夠減肥 OK 好 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 所以如果我不要用這個方法 我是希望怎麼樣 可以再寫另外一個叫瓜五 不是丟公式 而是直接把最後的結果 丟到儲存格裡 那也就是直接在VBA裡面 判斷完之後 再丟出結果 那只是說 這個地方的話 你就需要什麼 把剛剛的公式裡面 用到的這個函數的規則 把它變成什麼 要把這些規則 轉成VBA 也就是說在VBA裡面 用到的方法 用到的函數 是不一樣的 那怎麼說 第一個 Find 在那個VBA裡面 它沒有Find這個函數 第二個的話 它在VBA裡面 有Mid 用法一模一樣 第三個在VBA裡面 也沒有Evair這個函數 所以我們變成說 這個方法 我必須想辦法改 我沒有Find 但是它其實有另外一個函數 什麼函數 第一個 這個可以把這個 改成另外一個函數 叫做Instr str其實就是String 就是InString的函數 也就是說 它的用法跟Find蠻像的 那只是差別就是說 剛剛Find是先Find錢瓜糊 再去哪邊找 它的規則剛好兩個顛倒 先去哪邊找 再去找 那個錢瓜糊 所以喔 規則參數有點不太一樣 那Mid一樣 IfAir IfAir比較麻 IfAir它 在VBA 可能要用什麼 來改 用那個If來改 所以呢 也許喔 我們待會會 再來VBA 如何去做If的邏輯判斷 那所以呢 寫的方法 我大概 敘述一下 那再來的話 我們如何寫 再來的話 就進入 更困難的部分 所以如何直接 不是丟公式 而是輸出最後的結果 那第一個的話 當然喔 我們就 在底下再寫一個sub 那sub的名稱叫什麼 所以其實最簡單 偷懶的方法 就是sub 然後把 這個 四個字放在前 按Enter就可以了 它會自動幫我產生 後瓜糊 跟 end sub ok 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 呢 我要輸出的範圍 其實喔 也偷懶一下 其實可以從清除這邊 把它摳過來也可以啦 先摳上面也可以啦 上面這個 刪除的東西比較多 那再來的話 因為我們不是輸出公式 所以呢 我們變成說 第一個 我們會用find 那find的話 如果在VBA裡面 用哪個函數來做呢 當然呢 如果不知道的話 其實有個方法 VBA 你打一個VBA 再打一個點就可以了 你會發現喔 你打一個VBA VBA在這裡 它把它視為一個物件 那在VBA裡面 所有的函數 還有所有的一些 這個是函數 跟一些屬性喔 它會列在這邊啦 裡面算起來 大概100多個函數吧 也就是說呢 Essale裡面的函數喔 跟VBA裡面的函數 用法不太一樣喔 這個也是 要把那個 Essale轉換成VBA 最困難的點啦 那怎麼做啦 所以其實我後來查一下 我發現裡面有個叫 IN3 所以你會打IN STR 你會發現這邊 就有一個IN3 這個函數喔 OK 那當然如果你想要知道 更細部的說明的話 除了可以查一些書籍之外 我是教各位一個方法 你可以按F1 F1的話就是把 這個函數的使用說明方法 調出來吧 按F1 那你會發現它就跳一個說明 IN3怎麼用啊 它就告訴你 IN3裡面呢 基本上 它會回傳一個什麼 一個變數 然後這個變數的話 就跟你講說 某 什麼 另一個字串內 某個字串的第一個 出現位置 OK 看懂嗎 每個字都看懂 但是問題串在一起 就不太懂 為什麼 因為它是 應該是翻譯軟體翻的吧 感覺翻的不是很OK 但是你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大概就是這樣用 那用法的話 底下都有說明 那我看完之後 我了解它的意思 所以我就知道怎麼用 第一個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沒關係 你再體會一下 再Google一下 那刮壺的話 第一個 它問的問題 第一個 剛好跟F1顛倒 剛剛F1是先找前刮壺 再去哪邊找 那它剛好先去哪邊找 去這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叫Sales 跟這一樣 應該是前面這個 這個 刮壺哪一列 第I列 的A欄 幫我找什麼 豆鐵 找那個 前刮壺 所以雙引號 前刮壺 後雙引號 後刮壺 這樣的話就幫你找到了 前刮壺的位置 可是問題來了 將來如果說 你這樣 像剛剛一樣 寫出來公司會非常融長 所以在VBA有個好處 你可以在前面增加一個變數 什麼變數名稱 隨便取啊 A A等於好了 我就先把找到前刮壺位置 先存在A 這個變數裡面 然後呢 把 一樣的道理 再複製一個 把後刮壺的位置 有沒有 先放在哪裡呢 放在B裡面 這樣我可以讓那個 那個程式變短 後刮壺 也就是說 我 找到那個 前刮壺的位置 比如說 這個儲存格 它就3 所以3會放在A裡面 然後這個的話呢 後刮壺位置9 所以 9會放在B裡面 那我就拿這個去做計算 它的長度就可以了 OK 但是另外有一個地方 就是上面這個A 裡面沒有刮壺怎麼辦 跟各位講 如果裡面沒有刮壺 它得到的數字就是0 0的話呢 表示裡面沒有刮壺 OK 有刮壺就是告訴你說 再第幾個字 沒有就0 OK 所以呢 我們可以這樣做 最後的輸出結果 有沒有 Sales這個B的話 我們可以怎麼寫 我們可以用MID 當然你可以打VBA VBA點 點裡面有沒有MID 有MID 跟各位講 將來你的程式裡面 VBA點這個可以省略掉 沒關係 也就是說你將來這個不打沒關係 好處是說你VBA點你可以用選的 選的絕對不會錯 但是你自己打很容易打錯啦 OK 所以剛剛這個地方 MID 你會讓VBA點打一個MID 然後呢 錢瓜糊 它一樣會問你 總共有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你的字在哪裡啊 字一樣在那個什麼 在A欄裡面 所以你就幫我把這個資料 幫我從A欄裡面 OK 我是把它直接複製過來 因為這樣比較快 改一下 Sales 這個裡面的資料帶過來 痘點 他問你第二個問題 從哪個字開始啊 其實就跟STAR LUMBER一樣 從第一個字 錢瓜糊的位置是加1 有沒有 就是什麼 怎麼樣 用哪個變數 A嘛 A怎麼樣 加1不就好了 OK 痘點 幾個字啊 後瓜糊的位置 那後瓜糊的位置 那後瓜糊的位置 那後瓜糊是不是就B嘛 B怎麼樣 減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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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有沒有 這個意思啦 這個是後瓜糊 就是B嘛 減掉什麼 減掉A有沒有 再減掉多少 減掉B 這樣就OK了 好 後瓜糊 那我們其實基本上 這樣寫完之後 就 這個就符合了 這個 就是 In3 這個啦 OK 然後這個的話呢 其實就是用這邊 MID 這邊 有沒有 其實邏輯一模一樣 還有第三個 如果 發生錯誤的話 那我們剛剛是用Evail 可是在 那個 VPA裡面 它沒有Evail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可能需要再多寫一個邏輯判斷 在哪邊寫呢 在B的底下 寫一個 如果 找不到的話 像 IfEvail是過濾掉 找不到 那我們這邊可以 如果 AE假設怎麼樣呢 它如果等於0 表示找不到 等於0 找不到那就跳過了 所以記得把它改成什麼 不等於0 不等於的話 記得是小於大於 這樣子叫做不等於 在VPA裡面 等於是這樣寫 不等於的話 是小於大於 如果 不等於0 表示什麼呢 表示有錢瓜糊這個東西存在 然後 打個 那記得 在尾巴的地方 Enter兩下 打一個 And if 因為有if 就會有And if OK 那我們就把 剛剛這一串東西 把它放在這裡面 按個 Tab鍵 為什麼 有點像閘門 OK 這個閘門 你可以過去的話呢 是 當你 A不等於 意思說 0要有瓜糊 你才可以去直音下面那一行程式 但是如果你等於0的話呢 你就過不去了 你只能繞過去 也就是說 你什麼事都沒發生 利用這個邏輯判斷的話 我們來取代什麼 取代那個 if error的這個動作 OK 這個if的邏輯 這個蠻重要的 因為以後的話 會不斷出現這個邏輯判斷 OK 應該可以看懂我的意思 那我們基本上 陳色寫完了 三個地方 1這個用 5去取代 用if 3去取代一下 這個 然後這個mint的話 其實是一樣的 那if error的話 就是邏輯判斷 如果 當A不等於0的情況下 才去做切割資料的動作 好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剩下來就再 try一下了 OK 所以喔 程式真的沒幾行 應該都看得懂吧 只是要打它全對 OK 來試一下 這台的話呢 我們就是直接把它執行 當然如果你怕會做錯啦 或者 我是建議你可以按F8啦 F8就主行 你可以看一下這裡面出現的 這個I等於2 就是這個資料 然後你會發現喔 A裡面放什麼 0 表示找不到 B裡面呢 也是放0 因為0也是找不到 所以呢 當這個什麼呢 A不等於0的話 是不是不等於0 Force Force的話 表示說 不是喔 違反 相反邏輯的話 那意思有點像是這個閘門 不能幫你打開了 很抱歉你只能繞過去喔 所以它會怎麼樣呢 跳到end if 意思就是說呢 什麼事都沒發生 OK 下一個 Next 那下一個的話 I等於3 意思說抓到A3 那A3裡面 有沒有前刮符 有標放在A裡面看 有 第三個字 有沒有後刮符 有沒有 有 第九個字 所以喔 A是不是不等於0 True 所以True的話意思是喔 你可以進去的 因為你有錢刮符 所以你可以怎麼 執行這一行程式 他就幫我什麼 把這個東西切割放在這裡 OK 切割割放在這裡 OK 把它全部執行 大概就這樣喔 亂一下 那你會發現 欸 你說老師為什麼什麼都 沒改變啊 其實改變 我看一下 先清除好了 再輸出 按鈕還沒做 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喔 裡面的資料有沒有 你會 出來的結果喔 這個空的還是空的 就不會佔用太多的空間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喔 第一個啦 把這個Sub先建立 然後按照我剛剛講的邏輯 試著把這一段程式打出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喔 程式沒幾行啦 而且其實邏輯喔 基本上都一模一樣喔 所以喔 甚至我感覺喔 如果你會打程式的話 可能 像我還是更喜歡 用VBA打這個程式 因為彈性更大 效率更好 那如果你打公式的話 變成每次都要再再來一次 相對的話喔 好像似乎還是沒有 VBA有效率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喔